民国最好色残暴军阀,强行霸占十四岁杨女,最终将其残忍杀害。 说到民国军阀,杨森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毕竟是十分有名的一位四川军阀,怎么得个有名法呢? 就是凭借着荒唐二字,而且他的一生中最为有名的就是三朵,前多七多子孙多杨森,在自己九十岁的时候还能够做出借着徐要招聘秘书的名义,便娶了一位才只有十七岁的中学生张灵芝,而且是位女童,徐还在后来为他生育了一个女儿。 在他的一生中一共是有名有分的妻妾,是有十二人也被称之位是十二差,而且在此期间他做得最为让人无法接受的一件事情,就是强行娶了一位年纪十四岁的洋女,而后来的结果更是让人无法接受,将其杀害这位洋女的名字叫做洋家贵,从小自己的父母都双双去世, 在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可怜地变成一位无家可归的孤儿。 而杨森当时正是带着自己的部队去往贵州,无意间碰到了杨家贵。 当时的杨家贵正在沿街乞讨也不知道,当时的杨森心里在想什么总之是将这个流落街头的孩子收养了起来杨家贵, 在被杨森收养之后,被交给了自己的一位下属大夫。 杨在过了几年之后,当年的那个流落街头的小丑丫子时,已经成为了一位窈窕淑女。 杨森将她接回到了自己的府中交给刘仪泰刘古方收养,为压缓杨森不色就不, 是杨森了喜欢与年轻漂亮有姿色的女子在一起,对于杨家贵杨森自然也不会放过兽性大发的杨森, 已经不会在乎什么伦理道德了,他决定要就将这个美丽的女子, 吃掉,标签,杨森,军法,明国,十四,杨女,后来在四姨太田横修的帮助下, 就便极不可待地将这位年仅只有十四岁的姑娘的贞洁夺走, 而且在后来还将杨家贵收了房最终成为自己的妻姨太, 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也一定会带来很多的争议, 而杨森为了可以避人耳目,就让杨家贵改名, 为曾贵之杨家贵是一位十分喜欢学习的女子, 对于新的知识、新的事物都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 所以杨森就便给他请了家脚, 而且还在后来还将他送往北京上海让他接受更好的, 知识只是让杨森无法忍受, 那是杨家贵在出了外面之后思想也变得十分时髦, 与自己的一位姓陈的同学相恋杨森, 才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十分生, 既竟然给我戴绿帽子, 就便将二人骗回四川而且将其二人枪杀, 但是即便是这样。